看到是台北市长郝龙斌了 他现在的花风暴还没有落幕哦 现在呢却是蓝营的自家人要他退选 原来是台大教授灵火旺说 要是我是郝龙斌就会自动退选 而对此的郝龙斌很尴尬 他说各界的批评他都虚心接受 但是为了和市民一起拼第一 所以争取连任的计划没有改变 先入花风暴 台北市长郝龙斌首度和蔡英文交锋 原来是为了嘉义同乡会联谊活动 只是两个人见面握手 还真的有点尴尬耶 手一碰到就赶紧收回去 和蔡英文郭忠 郝龙斌还挺得住 但现在却是蓝营自家人要他退选 改换液金穿或欧静德披战袍 对我个人的指教 我也虚心地来接受来检讨 我会继续跟整个团队 为台北市来拼第一 所以争取连任的计划 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参选意志不变 还忙着逐桌敬酒抢票 对手苏娟昌也不甘示弱 临时增加行程 却和郝龙斌一前一后 同场不同台 你是用他换奖 你怎么看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 我就是尽力在台北市 与市民对话 希望争取市民的支持 好 龙斌的花风暴还没落幕 苏正常选择冷处里 要隔岸关火 一进制动 这是朱建宇 林嘉宁台北 参逢国道 谢谢大家